无论是私营化验所至医管局 如果它是检测到有阳性反应的样本 这个都是一个我们叫初步阳性 其实在机制上我们一定要经过 这个卫生署、卫生服务中心的 公共卫生化验服务署 去再进行这个福检 重复检测才确认 如果再是阳性的反应 才会是一个叫做确诊个案 所以这个双重机制 其实本身就确保了不容易出现一个 所谓假扬性的情况 如果有需要的话 其实我们也会 卫生署会再就相关个案 去采集一个样本 再进行一次测试 这个首先就是检测的确认机制 第二个就是 在所有任何为政府提供检测服务的私营化验所 包括今次为这个 补及社区检测提供服务的 这个在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设置的 临时气候实验室 他们都需要通过我们 公共卫生化验服务署的一个 我们叫做外部质量评估项目 其实目标就是要确认它那个检测的 那个灵敏度 第二度和准确性的 在所有这些的发验所 包括现在中山纪念公园的那个 临时气候实验室 都通过了这个的 通过了这个的评估 所以我们对站在 现在这个阶段 我们其实看不到有任何的证据 就是说这个检测 在灵敏度或者准确性的方面 是会有任何的问题